海帝認識威廉,攻心計,休學轉校,痴上流 扮偶遇這招雖然很老套,但勝在萬師萬齡 有報道說海帝都用這招才追到老公威廉 英國星期日郵報黃色記者 在新書大爆海帝追威廉的過程 說他用盡心計才認識威廉 書中引述海帝當年就讀中學的教職員說 他原本被first choice的愛丁堡大學收了 但知道威廉讀聖安德老師大學之後 寧願學威廉休學一年,再報讀同一間大學同一科 同時又透過朋友參與上流社會的學生聚會 終於被他在1999年成功認識威廉 新書又說海帝媽媽害女兒做不成王妃 在09年聖誕向威廉施壓,要他保證會與海帝定婚 同時又被外母家幫忙找黃B 至於海帝妹妹皮柏,她的愛情路也終於開花結果 有傳她與拍拖半年的男友已經在7月定了婚 明年春天就會出嫁 外界預計皮柏會在30歲的生日 即是今個星期五公佈起信 不過大家更期待的是,究竟海帝會不會做 給你一個紅色的方式 這麼多的地方 離乎一段時間 離乎車的調校 離乎我們 在1999年